现在我们来做 来做一个简单的那个节奏 做那个三界四周 OK 现在是重新开始做 我开始做一个新的 我就选择一个新的 然后速度的话 速度大概我们set94 我们set94 OK 然后这个 因为这个是Variation A嘛 我们先做第1个Variation A 可以拍这里 Variation A这个 OK 这个我们来做 两个巴先 先做鼓 OK所以看这里两个巴 这里两个巴 OK开始 现在我们来做 用我每次习惯用的鼓足 这个我们用这个real dropkit 然后调一下那个银量 银量通常我不会调太高 你给它有那个可以速掌的空间 所以大概放 50左右 然后 看下来 我来弹这个 这个鼓足 OK我来这里 这就是 大概这样 OK OK 我先插入一些效果器来看这个效果器 插入一些效果器 OK 这个 Stars 我放 Vidham1的这个Stars 我们用我每次常用的 叫做 我每次常用的效果器 Vidham1的这个 Vidham1的这个 然后 来这里我每次会把这个调低 加这个调60左右 OK 所以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样 OK 我们把这个效果录进去 OK 两个八了 我们现在开始 对齐 我们来对齐我这个 OK 对齐这些 用四分之一拍的 对齐 效果器不见了 对齐 OK 对准了 OK我来看一下 效果 我再开一下 我的效果器去了哪里 OK 加个针子 然后 我加 我会加一些 回响 然后我再加chorus OK 就去的效果 OK 现在针对这个 我们再做一些丰富化的处理 比如说 OK 加多一些 好像 这个的话 我不想再敲了 所以这个我就直接 copy 我copy 跟 我直接配置在这里 然后修改 我把这个感觉 我把这个感觉 这个放在 50 左右 这是在 第一个把我做出来 然后 我copy 同一个 我放在 第二个鼓这边 然后 放在第三个鼓 paste 我全部都 paste 1万 这个1万的鼓进去 OK 我全部配合 所以看到 每个1万 都这个1万 这个1万的鼓 OK 所以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样 OK 然后现在我们来做 第2个鼓 第2个鼓的话 我们可以用 中国的那个 Chinese kit OK 用Chinese kit 一样这个音量 设置一下 不要太高 大概是70左右 然后 还有还有 音量70 revert 我也是放60 这个chorus 大概放64 开始不要开太高 OK 效果不动 效果去不动 然后看一下 声音哪个适合的 OK打这个鼓 开始录这个 音量 OK 现在我们对齐 对齐这个 Chinese 然后我们要开始 丰富化这个东西 不要动它先 丰富化这个东西 这样 OK 再来这样子 我们来录这个 那我们来录这个 对齐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对齐了 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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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不太一样 不够富金镜 好像更好听 呵呵呵 就用这个咯 然后我们还可以再加些 看下来怎么加 OK 最后加这个 OK 怎么加呢 OK 看下来可以加别的吗 OK 为什么可以加 再看一下 试看 OK 我加了这些之后 我现在再来试对齐 我来听一下对齐效果 OK 看下还有什么可以加 可以加这个 OK 这个我加了 OK 我再来对齐 还有什么可以加 OK 这个我加了 然后大概就这样 这个是鼓的地方 OK 然后 现在我们开始做Bass Bass怎么弹呢 这首歌看一下 Bass的话就 OK 就 就这样 这个Batton OK 这个Bass 可以先录这个Bass OK Bran Pass C Major 可以用C Major 可用C Major 更录像C Major 方款来做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是root transport 是会根据你的base 你弹的code 它会去换那个 换那个 这个root 只是我不喜欢 它一直跑去root 就想我要弹c用g 它会跑,它会弹ccode 所以我就用retrigger就算了 因为我弹c用g 我录c用g的时候 它就会根据c用g 来演奏那个code 所以这个时候我录ccode 这个是base 弄完了,对齐 起base 然后这个地方 去base的时候我看我每个都 а 小声 然后我把这些highlight 这是一个小技巧 highlight 然后再把音量全部提升 这个时候你有发现全部音量去到最高 然后我再把它全部变成100 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 很快的加一 whole 全部的音量 水出来的又这个就从ice SET银量我不要摄太高 一样70 OK所以这个就是BASE的地方 然后 这个Quad的话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 用什么东西 用什么银色 要用Rush 还是用Stream 还是用R 不要紧 我用人的声音 这个O 高一点 这个 这个这样 还是在高 OK放这个 这个就好了 OK所以就这样 其实这个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录音也可以啦 我们可以直接用Step Editor来做 因为我只是一个Core的东西而已 所以我这个我就设 延长Lang我就放这个咯 它就会拉住它不会突然间断掉 它不会好像结尾就比较短的 因为这个你可以设Stakato 它就 你弹的时候它就 Stakato那种很短的 很短的银量 不是银量那个长度 所以我就设这个Lang 它就 它就一直按着咯 然后 这个我 我就随便指名一个指定一个 OK我放开 我现在开始录 就好了 然后我自己设置一个银量咯 设置一个 力道 80左右 然后 然后出来外面 我设这个东西 银量调低一点 然后 一样chorus 跟那个什么 我开一点chorus 40这个不动哈 这个我试过了 大声一点 有点太大 OK 所以大概是这样 之后我们再做第2个 第2个 brush 就要这样 OK用这个也可以 我去用这个咯 这个 OK 谈不好 谈不好 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就手动 算了 这个是第1个拍子 第4个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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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力道 OK1440 OK 大声一点 OK 这就大声一点 这个 最大声 最大声 OK 最大声 最大声 100 100 100 OK 好像不是 這個不是960 960可能太短了 而且聲音很小聲 先大聲一點看一下效果 太短了 而且拍子也不對了 所以出來就這樣 這個拍子不對了 應該是1440跟1680 應該是 1680 就是說短 說去大概八分之一拍的 那個 1440 1680 所以就是這樣 大概這樣 我們要聽一下 哈哈哈哈 所以聽到 那個前面兩個太短 太長了 所以 前面兩個太長了 所以 它就 就淋在一起了 哦 對在一起 所以 第一個 我再降低一點 隨便一個68 然後 然後 空體再拉小聲一點 OK 然後 我再把這個東西 copy去 我copy去第二個bar 其實我們可以在這裡有這個功能 把他copy 第二個 OK 所以 這個時候就看到 第一個bar有 第二個bar還有 所以他有那個bar copy的功能 第一個小節系 第二個小節 所以我就是這樣 OK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節奏 我們要注意的是齁 他這個的 sector 這個的 變成fix 它fix 它不會根據cord 所以這個我們要換去 這個 trans 然後 用cord 它就根據cord 然後transport 這個 retrigger 就是重新按 你按的時候它會 它不會直接轉換 所以retrigger 比較好用的 它有一個模式 就是 retrigger 一個 pitch shift 就是講齁 它原本演奏那個齁 直接用那個音齁 轉去另外一個 但是這個時候 好像出現一些死真的問題 retrigger 就不是 retrigger的話是 重新在play 那個 在你心按下 這個 這個 一個是stop 你按的時候它就stop了 它就重新 它就重新 不會 是下一個重新play 它不會play 會重新 怎麼說呢 會 按下去 有那個聲音的 所以這幾個模式 你自己去try 我最喜歡用的是retrigger 這個 ok這個沒變 這個也是對 這個通常我們 比較少用到 因為有時候 你的codecode欄間太高 或者太低的時候 你就set 可以set這個limit 像 我們現在做了這個 是不是 然後看一下你還要加什麼 我們加一些滑樂的 明樂的那些 樂器 看下有什麼 琵琶 有琵琶嗎 再string 再第二頁 好 所以這個時候 對 這個沒錄到 對 這個沒錄到 ok所以 你看它有那個 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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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弦的那個功能 那個 那個 那個叫什麼啊 其實我也不懂 對 所以 你要摻鈴咯 你看它的力道 65 所以你要摻鈴 就變成65 然後就是摻鈴 然後只是力道不同而已 所以最高65 這個時候 它就會保留那個摻鈴 然後 這樣咯 我是 調一些 調一些call 給它加 然後 再來一個 我沒有 這個還沒有 這個我還有一個東西 確定它是 ok 我可以用melody 我衝到表面 主要用的是natural minor的這個 就是 因為這個 transport 它有 你可以選melody bypass就是沒有transport melody 就是根據你彈的那個音 然後 chord 就是這個 變化 它變化是根據chord的模式 另外一個是melody 這些是melody minor harmonic 看你的那個dying 是我的 我比較小 這個 比較小 就看 那時候我也是用別的melody還是harmonic的 ok 這裡 就是我最好 然後 然後 整體 它一個那個 很 就是很有 很有串通 那個brass 帶出整個氣氛 所以 這個時候 用什麼 我來看一下 用個低音 低音的 好像 在跑 那個brass 比如說 看一下有什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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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的話 我來 其實不用錄 我可以直接 在這裡做 開到完 最大聲 然後最長 這個 4拍 就這樣好了 ok 這個我再調 然後調 ok 然後調一些 brass brass 這個 chorus 它就沒有這樣 它會不會太長 又太 太長的話 我要給它 休息 有休息一下 放 0 這 是長度 3 3 就講 這個 這個 這一個 knots 長度是3p 1600 1600 就是3pi 3 3 超過一半 3 3 R 所以聽到 就開始有點間隔了 如果還是太長 在 這樣 1300 這樣 所以 這樣 你一听出它就更明显 好像这个太多了 这个chorus 这个小声一点 这个小声一点 这个小声 这个我觉得小声一点 这个小声一点 这个小声一点 现在我来sap sap 就叫3G就好了 这首歌我应该是叫什么P的 ok这里我叫一个3先 ok大概 ok 这个 解决了 现在我要做音色 ok大概这样子画好了 还有什么音色呢 ok 就是这个 我要模拟一个 啊 sona 的 其实 sona 我拓展音色 就是啊 就是 现在出来的 就是另外 音色 我用的是它原本的那个voice 哦 可能我可以用个brow 做 用个tumpet tumpet tumpet 那个银色效果 所以我拆一个效果器 拆一个 拆一个 这个我们要去那个地方 拆一个distortion的效果 拆一个distortion 看拆一个 看拆一个 别厉害 第一个算 然后 疑点 它悲哀多了 调底点 要减一点 然后我喜欢参音的效果 听起来比较像素 我加一个参音的效果器 一样 参音的效果器 这个就是效果器 来调这个效果器的点数 OK 上可以拿 来再调一下这些 给它回音 就比较像那个 听起来比较像素那的效果 给我省一下它小声一点 OK 这是音色 OK 我先储存第一个 我先把它储存第一个 OK 但是我要滑音的效果怎么办 我可以用这个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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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视频变成直了 OK OK 现在我们来做第二个东西 就是 我把这个 欢迎效果我把它变去脚踏板 来脚踏板在这边 去这一个板 然后怎么做 在这里setting 来这里设定 这里 OK我站这里 我可以把脚踏板 脚踏板 脚踏板 然后我可以set去滑音glide 好 glide glide多少叻 这个 我这里可以选择 我需要 第一个音色 就是感觉 假的收纳 有滑音 所以 这里设置的是range range 就是它滑两个音 一个pont 1就是 2pont 3的话 就是 可以滑向 向上 或者向下 这里有分 如果向上 现在是向上 三个音 然后 速度是1 然后 我一放的时候 它回来的时候也是1 所以就变成这样子 踩的时候 它就向上 我要它向下 这样子 所以 这里我就设这个 这个时候 我一边踩一边踩 一边踩 它就有那个滑 效果 如果这个speed太多的话 就变成这样 就变成这样 就很拖 很拉的感觉 零 因为零的话 它就没有滑下来 所以 所以 这个就是 是说那 假的 效果 第二个音色 第二个音色 第二个音色我们可以用什么 这里 我想用一个 啊 用这个 用这个 用这个音色来 我们看一下这里 这个 这个音色 现在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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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里 这个可以做一些调整 像 我摄了这个 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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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这样的东西 然后第三个的话 我们可以加入一些 Shring的音色 Shring Shring的话 我现在用的是 外面这里 Legacy Legacy的Shring 我觉得比较好听 啦 所以我还是用Legacy的 大概 我许多四个音色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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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Write3 我们来看一下 Write3的话 这个音色 这个声音有点小声 很别的音色 很小声 就是应该把整体音色调小声 然后这样 你其他音色才有那个空间 如果这个音色 如果这个音色 很像Write3 这个音色 它是Shring 它这个音色很小声 所以我们可以 加一些 这边 这个Write3的话 我就Write3 这个时候 我加一个效果器 效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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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这个 效果器 我插入这个效果器 它整体音色就比较大声一点 你会发现那个String的音色就大声 现在我们来回来这边 现在回来这边 OK 然后 左手部分 左手部分 来 我左手部分 我加一个音色 我最 平常喜欢的 如果想带出整个气氛的话 这整个气氏的话 我可以用 这一个 我已经有 所以 这个就是这个音色 这个音色 你看 它是有 听到 它是有String 在里面 所以 这个 叠加效果是最好的 OK 然后 然后 再来设置这个 这个 我们设置 这些 Forus 这个 这个String 我也加一些效果 那个Revert 跟那个 OK 然后整个齁 我 再加那个 开这个Revert 去 我就去 Large Hall 它效果就更 更突出一点 它的 它的 效果会更好 这个 这个有点小声 把这个 开大声一点 这个是主 主音 太大声了 OK 看60 左右 OK 大概可以了 所以这是 音色的设定 OK 大概可以了 然后这里我再加一个 Harmonic 这个Harmonic的话 因为我要 它更低 更 有更 更多 更多音色的效果 所以这个时候我加Harmonic 然后我再设定 这个Harmonic的设定 我把这个Harmonic 在 Right 3 那个String String的地方 然后 嗯 开 看一下 这里我调 不要太大声 试试看一下 OK 所以这个时候清手就比较好 就比较好像很多人 同时演奏那个 音乐 OK 现在我把这一个 整体 储存在 下 清一下整体效果 可以 试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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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